家长气坏了,带着孩子去洗浴中心,结果呢,小孩子才六岁,给搞了一个错备服务,收了两百多 嗯,这不是有点过分吗? 啊,集穆新闻报导 南京有网友,元旦假期带孩子来汉政馆了 结账的时候,发现自己的儿子的手上的手盘上产生了219的搓备费 网友,这个家长就很气愤,大家都认为这个没有得到家长的同意 就给孩子搞这些个东西,涉嫌是敲诈,欺诈消费者 你小孩子,哎呀 还好没给他上大保健,要上大保健可能就更麻烦了 张女士12月30日带着两个孩子到南京陶夜渡汉政SPA休闲广场洗浴 由于6岁的儿子不能进女宾浴池,因此孩子单独拿着手盘到南宾浴池 结账时,张女士发现儿子的手盘上多了一个219的经典搓备套餐 张女士与前台工作人员沟通过程中 前台工作人员坚持让其交费后才能离店 然后期间就问儿子是否有过搓澡 儿子吓坏了,孩子6岁,不敢说话 由于这个孩子又不敢说话 此时此境,张女士只好买单回家了 接着发稿时,记者注意到张女士更新了一条消息 其消息称啊,已经和商家沟通了 而且也进行了推移陪善 这个商家,怕已经咽起巨大震动 欺负人,你说欺负成这样子 一个老板搞一个盘子 然后各种各样人到这个来经营 像搓澡什么,这都是可能包出去的 就这样烂搞呗